哈囉大家好大家好我是Candia 那前陣子呢因為我的頻道破了10萬訂閱 等一下我們先暫停一下 我們先掌聲鼓勵一下 辛苦了辛苦了 因為這樣子呢我之前在Instagram上面有問說 大家有沒有什麼有趣的Q&A問題 想要發問就來做一個 雖然老套但我還是很想做的 10萬Q&A 因為其實收到很多 以前可能已經回答過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主要是回答一些比較 有趣比較新奇的 對 嗯 那我會把我之前拍過的其他Q&A 影片都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你覺得哇Cindia真的好有趣 我想要多了解你一點喔 那你們可以去看 那如果不是的話 不去看也沒有關係我不會怪你 首先先謝謝各位 讓我突破10萬訂閱以及 所有發問的朋友們 十八一期這下就回事啦 首先第一題是 帶一種台灣的文化來香港 會帶什麼 哇這個呢我那時候一看到這個問題 馬上就想到一個答案 那就是資源回收 其實在台灣我覺得大家 做資源回收的概念都還 蠻強烈的 包含我們從小學開始 我記得很清楚 我小學的時候老師都會指派一個 叫做環保小尖兵的 呃的角色就是你 呃每到打掃時間你就要去 呃停車場那邊然後 呃去幫忙分類紙類啊 瓶罐啊鋁罐啊玻璃罐這些的 所以我覺得我至少我自己來說啦 從小被培養的那個 你知道吃完東西要洗乾淨要回收 然後除菲也要分類什麼的 這些對我來說算是很自然然的事情 可是我到香港之後我發現 哇大家是完全沒有在資源回收 可能一個便當裡面還包含著 湯湯水水或者是很多廚餘 就是大家會直接丟到垃圾袋裡面 然後寶特瓶沒有喝完也直接丟進去 我不知道我就是 有點沒有辦法接受這一點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把 資源回收的這個概念帶來香港 學廣東話的困難 我覺得最難的是 我常常會把字跟字給搞混 因為廣東話有一些音它不是用普通話 直接你可以聯想到的 像是吸引它是 但是這個音在普通話裡面 是完全不搭嘎的 所以這種時候就要等於是 重新去 輸入這個發音 然後再連接到吸引這個字的含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有的時候要把一個發音跟一個字 的意思連接在一起 我覺得是蠻難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是我發現廣東話有一些音黃 真的發不太出來 就可能我聽到的是這個 我覺得我講出來的也是這個音 但是我實際上講出來也是另外一個音 對 例如說之前上個vlog沒有看到 VT在教我鼻敏感這三個字 蠻感 我現在應該講得比較好了 但是我那個時候真的是 理解不到說這兩個音 為什麼我會發不出來 對 學語言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 好散步啊 學廣東話還有什麼難道 我覺得一切都很難 廣東話就是一個很難的語言 我沒有什麼好講的 它就是很難 再來是最喜歡的粵語歌 最喜歡的粵語歌呢 當然就是歲月如歌了 其實呢這個是有一個故事的 就是我以前第一個男朋友 他是香港人嘛 然後有一次他就是在IG 然後就寫了一段歲月如歌的歌詞 所以我那個時候有特別把歲月如歌的歌詞跟歌 找出來然後特別去學這首歌 但很好玩的是那時候我 學不是我看著歌詞 然後一個一個去翻譯 我那個時候是單純的就一直聽歌 然後把它背起來 所以我可能唱了這個歌詞 但是我其實不知道它真正的含義是什麼 最近學的三句廣東話 不做經理人的話會選擇什麼 作為下一份工作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因為我也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情 我在想如果我不做現在這個工作 我可能會試試看做全職的創作者 然後我會想要自己 有自己的小生意啊 或者是小品牌之類的 因為我很喜歡有點像自己 創造出來的那個感覺 然後因為我爸爸也是自己做生意嘛 所以就一直有一個感覺 就是我以後會自己做自己的生意啊 或事業什麼的 後來長大的時候 發現那時候實在是太天真了啦 你沒有一個好的idea 你沒有一些基本的經驗 其實你說要直接創業 我覺得是蠻難的 所以對於所有已經創業的朋友們 我覺得你們非常棒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也會想要 嘗試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一個 baby 這樣的感覺 另外我也會想要多做一些 跟藝文相關的東西 辦一些藝文活動啊 或者是有一些支持藝文相關的東西 我覺得那也是我一直以來一個很大的目標這樣 給迷惘社會新鮮人的建議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聽我的podcast 我在那邊有講一些關於菜鳥時候的故事 我會覺得無論你今天踏入的是什麼樣子的領域或是職場 也姑且不論這個工作這個行業是不是 呃 你覺得符合自己 未來質疑的一個工作 因為每個工作你都會 學到一些什麼東西 它都會成為你一個 有點像養分的感覺 不管怎麼樣在菜腦的階段 我覺得大家就是盡量的 提升自己的價值 你要做到 讓公司或是你的主管 覺得你是難以被取代的 當你達到這樣的價值 你就有機會可以更往前一步 然後如果你覺得你已經做到這個程度 但是你的主管或是公司還是看不到的話 那你大可以直接轉行 因為你已經有這樣子的價值跟能力 你出去你不會找不到工作 但是在你準備好之前 你不要一心只想著我要加薪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對公司或是主管來說 他今天請一個人 這個人是要幫他解決問題的 而不是來製造問題的 所以你要成為那個有解決問題能力的人 你才有選擇的機會 而不是被選擇的機會 哇 我講得真是太有道理了 真是 有人問說Cynthia有想過當空姐嗎 來各位我們先冷靜一下 還好地想一想 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是不是打翻咖啡 或是打翻東西 那空姐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好 但認真回答 其實我沒有想過要當空姐 我不知道這個不是一個很吸引我的職業吧 我在想 如果感情一開始就是londy 你覺得怎麼樣 其實我跟Ean也是我們在一起之前 就知道我們之後會londy 那也是在一起之後 基本上就是直接londy到現在 怎麼說我覺得londy真的很看 雙方的個性跟你們兩個之間的共識吧 我在很久之前的影片有提過 就我覺得共識是最重要的 像我跟Ean的狀況 我們一開始就已經講好說 今天感情在我們雙方的人生中 可能都不是最優先最優先的順序 現在對我們來說可能是工作 或是職涯的規劃會 就是站在比較優先這樣 所以當然我們會努力的去經營這段感情 但我覺得就比較不會像 期待對方一定要做到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雙方都要對彼此有信任感 很重要一點是你不只要相信對方 你還要讓對方能夠相信你 最後一個是雙方一定要不斷的去討論說 我們未來要怎麼結束這段遠距離 人生的目標是什麼 除了出國深造 現階段的話 我希望在30歲前可以 往財富自由的路邁進 再來呢要去多體驗 你在這個年紀才能夠體會的事情 就例如說你在大學的時候 你就要去好好的享受只有大學生才會有的經驗 然後像我現在二十幾歲 我就要去好好享受我二十幾歲有的 那種不是學生 但是也沒有家庭束縛的那種自由感 那至於每個人的就是這個 這個事情是什麼都不一樣 大家可以自己去 Lum好啊 再來是有哪些化妝品牌會推薦化妝新手 入門的話我很推薦Maybelline Industry 跟E2House 這三個我覺得算是蠻入門的品牌 然後包含它很多顏色其實都蠻好駕馭的 就是你在怎麼亂搞或練習 都看起來不會到太可怕 所以對推薦這三個品牌 以前會想要有弟弟妹妹嗎 嗯... 我在我爸爸這一邊 這一輩裡面我是最小的 然後我是排行第十九 所以我有十八個哥哥姐姐這樣 但我也不算是完全沒有弟弟妹妹 因為我媽媽那邊就是我外公外婆這邊 我是有一些表弟跟表妹 但是其實都沒有到很熟 就算有因為年紀也沒有差太多 就不太有那種做姐姐的感覺 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其實非常享受做妹妹這件事 反正事實已經無法改變了 我也不會只是有一個真的弟弟或妹妹 所以Whatever 下一題是會想要辭職去找男友嗎 哈哈很瘋狂的那種 我現在的話不會 就我不是那種會為了一個人 然後放下我自己所有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不顧一切的去找對方這樣子 因為我媽之前跟我講過一句話說 一段感情或是一段關係裡面 不可以有委屈 因為只要有一方一旦她覺得自己很委屈之後 她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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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她一爆發就會一發不可收拾 那如果今天我為了男友 然後飛過去找她 可是這件事情不是我自己 你知道真心真意 就是我就是願意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我可能會一直覺得自己 付出的比較多 然後我自己覺得很委屈啊什麼的 以後如果有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個感覺會變成 嗯...一個導火線吧 總之我覺得現在的我可能不會想做這件事情 但你知道誰知道呢 射手座就是很善變的 但說真的這件事情不是像 你去便利商店買一個飲料這麼簡單 它真的是需要深思熟慮之後 再去做的舉動 所以如果你有在想著要做這些瘋狂的事情的時候 真的先深呼吸三口氣 好好的想一下 那如果你最後覺得說 我覺得這個人值得我冒這個鞋 then go ahead no one can stop you 會考慮養寵物嗎 我真的是太想要養一隻貓了 我身邊真的很多朋友都有貓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是愛貓多過愛狗狗 因為我覺得狗狗是你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去陪伴它 或是要遛狗啊或是什麼的 可是貓咪就是那種比較有個性的 牠想要來窩在你旁邊的時候 牠就會窩在你旁邊 但是牠也可以很高傲你知道嗎 偏偏我又是一個很需要獨處時間的人 如果你知道在同一個空間 有一隻貓可以陪伴你 但是又不會來干擾你的獨處時光 我覺得也蠻好的 但是呢因為我不確定我在香港會待多長的時間 所以我現在覺得領養可能不是一個很負責任的決定 因為我也不想要養了寵物之後 可能過了一年就要帶牠上飛機 然後坐飛機啊什麼的 我覺得對貓咪來說都是一種心理壓力吧 但未來我會希望領養可能一隻貓一隻狗之類 雖然一言說想要兩隻狗 但是如果牠要兩隻狗我就要兩隻貓 所以 如何接受自己獨特的個性 例如說需要自己獨處的時間或是不愛講電話 老實說我好像沒有想過 什麼接不接受自己這個個性的 如果你因為自己跟別人不太一樣的個性 然後覺得格格不入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世界上面奇怪的人很多 然後你會找到跟你在同一個次元的人 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你自己 然後不要輕易因為別人而去改變你自己的這個個性 你是幾個youtuber的經理人 呃前前後後我也不知道 但現在來說是七個 youtuber跟youtuber經理人哪個職業你更享受 其實我兩個都蠻享受的欸我覺得 就是不同層面的享受 做經理人的話是 我覺得有很多機會可以玩很多有趣的企劃 或者是我覺得因為跟一群很有創意的人工作 所以我自己會很開心然後很有成就感 做youtuber的話我覺得首先也是成就感跟滿足感 就是你只要開心的拍片剪片然後看著影片被製作出來 然後收到很多大家的反饋什麼的 這件事情其實是一種很正面的能量吧我覺得啦 真要說的話現在應該是做youtuber更享受 因為我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 你知道做經理人是有工作壓力的嗎 但是呢話要說回來 如果我今天變成一個全職的創作者 我覺得拍影片這件事情對我來說也會變得很有壓力 哇這個很specific欸 覺得Jonas是怎麼樣的人 還有Boris vs Jonas Bingo Lens ID 其實我跟Jonas的互動還沒有很多 但是從我們為數不多相處次數下面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感性 很有藝術天分 很有禮貌又很善良的人 然後至於Boris跟Jonas哪一個比較Lensi喔 Boris給人一種帥氣的人 可是Jonas是一種性格的人 這兩個都很帥 下一個為什麼想要錄Podcast 一開始其實是我之前就有在聽一些國外的Podcast 然後看到一些朋友也有在做 然後我就自己想說欸其實 這也是一個新的東西嘛 那不如就來試試看 所以才開始研究 其實也都是一瞬間的事情 突然一個念頭說欸我是不是也可以來做一個Podcast 然後我就去做了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就只是 猛然之間一個想法我就去做了 沒有錢但有很多想要的東西怎麼辦 在這邊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就是我媽教我的 就是你賺多少錢就會過多少錢的生活 當你今天每個月賺3萬塊台幣 你就會有3萬塊的生活方式 你今天賺10萬塊就有10萬塊的生活方式 所以如果你今天賺3萬 就不要想著要去過賺10萬的那個生活 因為這樣子只會反過來害到你 像我現在有很多想買的東西啊 可是現階段就是沒辦法負擔得起嘛 我的目標現在不是要去買那些東西 而是去想說未來 怎麼樣可以讓自己財富更自由 再來呢我整理出了一些快問快答的題目 因為很多人是二選一這樣子 懂得分辨法國老虎狗跟八哥嗎 你真的叫黃可樂 本名的話不是 你的腿白回來沒有 你有信仰嗎 No BTS附命 最想念台灣的什麼 早餐店的蛋餅跟奶茶 Favorite Disney character Olaf 香港房子租金貴嗎 Hi Cereal first or milk Cereal 以上呢就是這次10萬訂閱的Q&A 再次謝謝大家讓我達到10萬訂閱這個里程碑 以後我也會繼續開心心的拍片 也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我的頻道 可能可以跟著我一起成長 或是一起走過很多大大小小的里程碑吧 Cringy的話講完了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書槽 MING PAO TORONTO by bwd6